以美国尼米兹级航空母舰为例 它是一型满载排水量超10万吨的巨舰 它采用两座西部公司制造的 SW型压水式核反应堆 两座SW核反应堆 共计可以输出26万马力 可让10万吨级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以最高时速30天以上的速度高速航行 且续航的距离无限 添加一次核燃料棒 可以让航空母舰连续运行20到25分时间 不仅如此 它还能提供额外的能量 用来发电供给舰上的武器设备照明等等 其实在军民的口中 常常调侃为航母提供动力的方式是烧锅炉 不管是核动力航母还是常规动力航母 其原理实际上没有区别 无非就是烧开水的方式不同罢了 核动力使用的是原子锅炉 而常规动力航母使用的则是燃油锅炉 航母用核动力反应堆虽然是烧热水 但是与传统的燃油锅炉不同 通过示意图我们能够比较好的理解 反应堆发生和裂变反应释放出大量的热量 加热反应堆中的高压纯净水 由水泵推动至蒸汽发生器 将热量传导至第二回路中的水 这些水被加热之后产生水蒸汽 这些水蒸汽在推动轮气机叶片使其转动 经机械传动后带动螺旋桨旋转 推动航母前进 那要如何来控制航母的航速呢 航母的航速是取决于螺旋桨的转速 而这个转速又是由蒸汽的产生量决定的 蒸汽的产生量则是由核燃料棒的核裂变速率决定的 核反应堆释放能量的基本原理是核裂变 由裂变释放中子 中子在撞爆其他油核如此循环 而控制核裂变的效率是插入反应堆中心的控制棒 核反应堆控制棒通常是由棚和核这些容易吸收中子的材料制造而成 当它完全插入反应堆中心就会吸收大量中子 会让反应堆停止裂变反应 所以核动力航母的航速实际上是由反应堆控制棒的插入深度来控制的 由于需要精密控制 船用核反应堆的制造是很考验一个国家的技术实力的 并不是说能造出核电站就能造出船用核反应堆 使用核燃料作为动力源的优势显而易见 一公斤由235裂变产生的能量相当于燃烧2500吨煤 1964年美国的企业号航母就曾经在全程不进行燃料补给的情况下 用64天完成了全球航行 此外航母因为体积相对狭小 换装核燃料棒相当麻烦 因此整个服役周期中只要换一次燃料棒 这也要求航母核燃料棒的油235风度是特别高 比如尼米兹级航母的A4W压水反应堆使用的是风度40%的油燃料棒 而福特级航母的A1B型反应堆使用的则是风度97%以上的武器机油 远高于民用核电站3%风度的核燃料 而作为航母的动力支援 尼米兹级航母共有两个核反应堆 但是一个基本上就能满足船上所有的需求 安装两个反应堆是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情况 保证航母在海上航行的安全 正因为核反应堆能量巨大 其材料缺陷问题更致散